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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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講一個 我實際上 真實生活中 遇到人家跟我提的一個問題 我認識一個 內地的一對夫妻 他們兩個呢 都是虔誠的佛教徒 然後呢 也都有在 學習這個藏傳佛教 然後 是先從這種文師 從顯教的 顯秤的這個 武部大論的文師 然後進階到這個秘法 然後有去開始學習這個秘法 可是呢 這對夫妻呢 他們兩個的個性 或者說在學習的方式上面呢 有很大的不同 一個呢 泰坦呢 比較屬於 可能過去 這個年輕的時候是所謂的學霸啊 那個所以呢 是比較屬於刻苦學習的那一種 也就是說那種 按照老師怎麼教就怎麼學 然後呢 非常的用功很精進這樣子 先生的話呢 雖然也是學霸 但是呢 他的風格呢 就比較屬於不著重 不拘泥於文字 他覺得呢 只要意思 意義理解就好 沒有必要呢 在這些 凡文乳節也好 或者說細節上面 去下這麼多的功夫 那麼有一天他們就來問我說 他們兩個這樣子的學習方式 到底誰好誰壞 或者說有什麼差異 主要是先生這位居士呢 他的想法是 反正我們都知道 這個所有的佛法 其實從釋迦牟尼佛世尊 從這個初轉法輪 先開始講這個 苦極滅道的四弟 到這個二轉法輪 講這個中關波羅的這個空性的智慧 到三轉法輪講這個 在三轉法輪裡面講到這個 法性光明的部分 那麼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 而且呢 越往上 實際上是越 術語來說就是叫越理系的 也就是說 越不拘泥於小節 不著重於形式 比較屬於 形而上的一種方式 因為呢 這些東西在越高層來說 或者說越究竟的實相上面 這一切的一切都是應該要放下的 也就是說 暫時這些文字 這些理論 這些怎麼經教也好 所有的這些前行啊 或者說 吳達倫等等的一切 它只是一個工具 最常用的 大家最常用的比喻就是 像我們要渡河 要達到涅槃的彼岸 我們要有一個船 那麼這個船呢 就像我們這個 現在所學的一些 知見 就是正確的 佛陀所開設的這些 有向的這些知見 但這些知見呢 到了最後 到達彼岸之後 它會變成所執障 也是會變成一種善的執著 那麼這種善的執著呢 對於解脫 或者說對於明星見性 對於我們這個認識本性 還是會產生障礙的 所以最後這個還是要放棄 所以這個先生的想法就是 既然如此 那我就很自然的 我就 他覺得 他自己覺得 他比較放得下 他覺得呢 反正在他的觀念裡面 他覺得一切都無所謂 不是那麼的 注重在形式上面 所以他覺得一切都沒關係 反正這樣也可以 那樣也可以 反正他覺得 他已經放下了 他反倒覺得這個太太的做法呢 就是 在 這個細節方面 他總覺得太執著 太放不下 後來呢我跟他說 實際上 我跟這位先生說啊 就是說 實際上 你並不是放下了 你是從來沒有拾起過 沒有拾起怎麼會有放下呢 佛陀開示了八萬四千法門 對於大多數的 我們說 建物型的眾生來說 也就是說 需要循序漸進的 來達到涅槃彼岸的眾生來說 大部分的眾生來說的話 實際上還是需要次第的 那麼 除非啊 除非這種頓悟型的眾生 他們過去術式的姻緣 或者說他的根氣 屬於這種非常非常的上根利器的 那麼 可能不需要經過這種階段跟過程 但是對大多數的眾生來說 實際上還是需要的 我們常常 我比較常用的一個比喻 或者說一個這個武俠片的那個 常說的話就是 第一個階段叫做看山是山 見水是水 第二個階段呢 就是看山不是山了 看水也不是水 但第三個階段呢 他看山還是山 見水還是水 只是呢 這個第三個階段跟第一個階段 已經有產生了很大的差異 是一種反譜歸真的差別 可是我們不能直接跳過第二個階段 就想要達到第三個階段 這種解讀這個方式 或者說這種做法 就像我這個那位先生 我認識的這個居士夫妻 他就是覺得他已經一切都放下了 一切都不執著了 實際上他並不是真的放下了 那麼我也跟他說過 當然這位太太的做法 他現在非常非常的執著 但是呢 是先從過去我們說的習氣上面 比較惡的執著 轉成善的執著 那麼之後呢 他當然要再把這些善的執著放下 還是需要費一番很大的功夫 也就是說等於是他必須要打破重來 必須要把他的過去的武功全部廢掉 再從頭再來這樣子 實際上大家對於現在我們這種速食文化的 我說速快速的速啊 速食文化的人來說 會覺得這個何必這麼多此一去 可是實際上呢 當他經過這樣子的時期 也就是說他真正的經歷過這一招 然後重新再放下 也就是說重新再打破 再放下的話 那麼他的這個境界 或者說他的心量 會一下子的突破很多很多 也就是說他可以一下子的 反彈到很高 我們一個比較的比喻的話就是 一開始他像彈簧一樣 不斷的壓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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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他真的壓縮到極致 徹底放下的時候 這種反彈出來的力量 力道會很大 會讓他在修行上面 證物上面會有一個很直的變化 反過來說 像先生這一種 一開始就沒有時期的 就好像這個彈簧呢 一開始就沒有壓得很猛 然後也就是壓的話 也就是輕輕的壓一點點 放下的時候呢 當然他也就放了那麼一點點 但實際上呢 會不會有進步呢 可能會有 但是呢這個進步 就不是這麼的明顯 這個東西不是我們裝飾嘴巴上說說的 實際上在 身體次第裡面 作為我們說 身體次第的 觀想本尊的方面來說 觀想本尊還有 觀想本尊的方式跟方法 那麼實際上呢 當我們達到初學者 開始藉由 觀想的這種步驟跟次第 一步一步的 觀想一個本尊到非常的圓滿 栩栩如生 的時候 還要做一個功課 還有一個階段的練習 是什麼練習呢 要重新打破 從頭再來 也就是說要把這些 當我們已經 觀想得很栩栩如生的時候 實際上 不自覺地會產生一種善的執著 那麼所以他必須要重新打破這個 進這個向 從頭再來 那麼 包括在身體次第的時候 也會有圓滿次第的一種收射 它其實上 很多時候呢都會 都是為了讓我們 破除 不管是 惡的執著 善的執著 兩邊都要去破除的一種方式 過去呢 我們這邊跟大家稍微講一個公案 故事 可能有人聽過了 但是這邊再跟大家簡單分享一下 龍樹菩薩呢 以前有一位弟子 這個故事好像是在《八十四成就者傳》裡面有提到 那麼龍樹菩薩這位弟子呢 他以前原本是一個小偷 然後 在一次偶然的機緣裡面呢 他看到龍樹菩薩他所用的這個器皿 吃飯的器皿都是黃金寶石製成的 在享用豐富的這種美食 所以他心裡起了貪念 想要怎麼盤算的計畫的 怎麼樣去偷龍樹菩薩這些東西 龍樹菩薩他已經證物了 已經是真正的凳帝以上的菩薩了 所以呢他有這個他心通 他知道之後呢 他就直接把盤子 扔到他這個小偷的面前 並且跟他說呢 你可以隨時的享用 這個小偷就很好奇說 你為什麼這樣做呢 然後菩薩就告訴他 我所有的一切都是為了利益終身 因此你不用偷 你想要什麼 你想要飲食還是這個 全部都可以送給你 小偷呢 因為這樣子 所以對菩薩呢 升起很大的信心 所以呢他就跟這個龍樹菩薩請法 那麼 剛開始呢 龍樹菩薩呢 給他一個灌頂 密集金剛的灌頂之後 然後呢 並且開示了一個法門 然後 具體這個我們就不講了 他讓這個小偷到一個山洞裡面 這個山洞裡面呢 菩薩故意放了非常非常多的寶石 珍寶 也就是小偷非常喜愛的東西 然後呢 讓這個小偷呢 在山洞裡面閉關 修什麼呢 觀想他頭上長了牛角 就是我們這個 牛上面有這個很大很高的這樣子的角 然後呢 這個小偷啊 因為裡面 山洞裡面有寶石 有他最真愛的一切 所以呢他就坐得住了 他就想要守得他這些財寶 所以呢他就按照菩薩的要求 然後呢在這個山洞裡面 就這樣子修持了十二年 十二年之後 這個小偷頭上真的長出了很大的角 我們現在這邊不可考 我們不知道是真的長出了 還是這個 他的觀想上面長出來 但是不管怎麼樣呢 他真正的感受到疼痛 也就是後來呢 龍術菩薩就問他說 你最近身體好嗎 他就說很不好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腳太大了 頂到那個山洞 然後呢 在山洞裡面走來走去的時候 那個腳會一直在山洞裡面碰撞 然後呢 這個洞口呢 太小他又出不去 所以呢 他在裡面很痛苦 然後他就請菩薩開始 就是這個 怎麼樣解除痛苦的法門 後來呢 龍術菩薩當然又跟他教導 然後呢 這樣觀想這些 一切的這個牛角呢 都是空性的 因緣合合而生的 然後呢 就是觀想這個 腳呢 又消失掉 後來他 這個菩薩 經過了這樣子六個月的修持 就真正的證悟了 那我為什麼要提這個故事呢 就是說 如果我們不經過這一番練習 就是說沒有經過這個 先從無到有 再從有到無 這樣子一種過程的這種練習 而直接就是龍術菩薩 直接告訴他 最深奧的這種道理 最深奧的 就是說大圓滿也好 大首映也好 大宗觀這樣子 最深奧的道理 實際上對這個小偷 這個弟子而言 是沒有辦法獲益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沒有拾起 也就是說他沒有 經歷過這一段的過程 所以他感覺上 好像是已經放下了 實際上呢 他也沒有真正的 放下什麼東西 沒有什麼可放下的 因為他沒有拾起過 所以對大多數的 建無形的眾生來說 經歷這個 我們剛才前面說的 這個第二個階段 建山不是山 建水不是水 這個過程 還是很有必要的 這種是一個先把我們的 凡夫的習氣觀念 轉到善的習氣跟觀念上面 那麼等到 到一定的階段 一定的層次之後 再經由這個 上師善知識的教導 再把這個 最後的一些善的 所知上 這種善的習氣跟執走也破除 這樣子 我們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才有辦法 去直接 或者說很快 不多二邊的 去證物真正的這種 緣起信空的空性 那麼 這個是我個人的一個觀點 跟經驗 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感謝大家 阿彌陀佛